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的前途 作为一个国家 我们可以一起考内成为主力的国家 不管台灣和香港其實也是命運共同體 香港現在經歷的就是將來台灣會經歷的 台灣政黨他當然不會直接的去介入我們香港的運動 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高sir正能量的時間 小市民衡量室做實事 講真相 各位網民經常都說 我是何志光 何志光做節目不是不同 我們在一些重要的時刻 或是一些大的快點 都有農女做節目 小啊 有時候大家閣忙 你經常下街去清理連動場都不忙 其實就是希望有些重要的議題 或者是一些我們叫論壇節目 我們先邀請江哥 例如江哥有時候都要幫政壇新秀 又要有時候去扶持一些新輩 我們希望就是讓江哥可以去專注一些 叫我何志光 其實有些疑問 因為我們最近講港版國安法出台 剛剛在人大會議那裡通過了 我們看到在街頭上 我們都有擺很多街站 去呼籲一些市民 有些武力 有些暴力出現 是呀 除了別人有暴力出現 我每次都擺街站 其實都很空險 每次都有一大班市民 即是市民 我們叫暴徒 走來鬧 走來鬧 走來鬧不得止 還要挑釁你 其實我覺得呢 以前香港呢 我們的文化就不是這樣 即大家互相尊重 政治不對的 我就接行電話就走 派錢當不接 現在呢 接完呢 就小理一大決 跟著小理一大決 當面撕 跟著還要挑釁一些意中 嘩 即是當然我們EQ好的 那就不理他了 但是有些EQ不好的話 那就發生一些暴力的情況出現 這個文化呢 其實想問問江哥 怎樣 即是你玩政治早些 即是 或者是抄襲政治罪呢 什麼時候開始呢 即是我是留意政治早過你 可能 可能又不同圈子 留意政治 可能都 你往時都留意政治 不過就不同圈 那 我 總之13年呢 我已經很留意政治 但是13年的時候呢 開始就推廣佔領中環 當然佔領中環就是一個 正面的就是絕對非暴力 但是另一邊呢 就有一個逆流叫商王一層的一班人 就是黃毓民 然後黃潤達 所謂當時的黃毓民的接班人 所謂他的徒弟 叫商王 再加陳雲呢 鼓吹勇武的 隨著這個佔中失敗 因為佔中推廣了很久 由13年頭 推廣到14年 9月 28日爆發 然後最後是12月才完 佔中失敗了之後 整個14年完了 那這些支持和平佔中的人呢 都會發覺 和平佔中都爭取不了了 就開始想暴力 哇 根本一個一正一反呢 其實是人家很精心去包排 一邊找人去推廣暴力 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另一邊就說絕對推廣暴力 現在找絕對非暴力的所謂佔中 其實當中都有暴力的 不過呢 假裝他沒有 那麼失敗了 爭取不了補選 那麼他們就 全部那些黃絲潛藏了 全部轉了太 支持暴力 接著就出現了一些新的 本土派組織 15年後的時候 開始就講 港獨 這個是港大的學院 嗯嗯 然後甚至連那時候的 施政報告呢 梁振英就說 港大學院呢 開始講港獨了 嗯嗯 開始出現一些新的 港獨組織 譬如本文前的梁天琦 那時候沒有梁天琦 就是黃太陽 嗯嗯嗯 講反水貨是直接用暴力的 踢劫 踢劫啊 然後 然後就有 尤惠晶 尤惠晶這些呢 初初扮不是暴力 但是最後呢 他參選的時候呢 是用梁天琦的推薦 嗯 去當選 就是他也都代表暴力 嗯 慢慢 尤惠晶的這個 和梁天琦這種暴力路線呢 他在立法會 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呢 嗯 竟然得到整個泛民的支持 嗯 就保護 尤惠晶去第二次宣誓 嗯 或者之後的一系列的行動 變成整個泛民都支持暴力 但是不計民主黨 民主黨到最後梁天琦被審呢 就加上去保護梁天琦 全體暴力 這個是整個歷程是慢慢發展逐步 推演 而且精心設計 去到一百年頭 梁天琦 暴動的細節 他受審的時候曝光呢 哎呦 他扔了在地上 差點沒命 警察要向天開槍 哇 他記得嗎 我記得那幕 但是兩點十二分發生 哇 然後那些劇情兩年沒人知道 嗯 去到一百年 受審的時候 什麼都爆了 然後呢 說了很多的宣傳洗腦 就是 梁天琦是英雄 這個英雄呢 他暴力是反對暴政 違法答義呢 就是最好的代表 他就算這樣 一個這麼好的青年 嗯 他只是反對一個暴政 就是 現在這樣抓他 何其無辜 其實那些全都歪歪 就是等於現在 就是我們叫 跟著所有的社 黃絲的名流 全部都支持梁天琦 嗯 全部都去歌頌梁天琦的這些暴力 嗯 接著 令到那幾十萬人 在長時間這些洗腦之下 吸收了這些暴力元素 接著是19年引爆的 這個能量呢 最初是小規模慢慢積造 去到梁天琦集大成之後呢 梁天琦 被審 嗯 最後是狼當入獄六年 接著 接著就 潜藏了一年 接著就引爆了集體的暴力 哇 這個 這個裡面 是一步步鋪的 是可以說 13年鋪到19年 鋪了六年 哇 這個呢 我覺得這個步驟是很 你 反思都十分之精彩 嗯 你看一下那個外部勢力 是一步一步要 將香港推向暴力 邪教化 嗯 就是他們追求民主原來是 變成了一種邪格 嗯 是可以使用暴力 可以亂來 什麼都行 無我不足 這種 我只可以形容這些是邪格的 明白 難怪之得 我們在街頭去做宣講的時候 真的經常都有人來挑釁 都危險 不只挑釁 在過往11月立法會選舉 就是區議會選舉呢 放汽油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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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街站 亦都有見到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當然啦 就是國安法我覺得 出台啦 會間接都令到他們有一些的修煉 嗯 不過我剛剛呢 就是這幾個街頭 我見到長毛啊 見到一些反對派日子 他們又開始擺街站了 他們擺街站呢 就是抹黑 國安法 在那裡把它醜化了 又或者它 不斷是玩一些文宣很簡單的 嗯 它就說1997加50等於2020 嗯 就是它說這個 50年不變被破壞了 那其實 這個大家都知道 50年不變是一個資本主義制度 嗯 是不代表香港什麼都不變 那麼1997年你不用手機了 那為什麼你現在用呢 50年不變你為什麼用手機呢 你為什麼要 那時候沒有家居上網呢 那你現在 我可以不用呢 50年不變是不是應該什麼都不變呢 不是的嘛 是自己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 但是如果香港 是說 九七年之前 都有六七 有其他的暴亂啊 或者什麼都好 警方都會鎮壓 是不是 當年都有 政治部 可以說一些政治上搞事的人 港英政府什麼都這樣 按住你啦 扔你摩星領白屋啦 那為什麼他們不說這些東西呢 是不是 九七之前是有的 反而這二十三年呢 是 是 最自由的年代 是 就是無惡不作 或者是 你怎麼樣 在說話上面完全自由 九七年之前不是這樣 九七年之前你是 你沒有英國呢 可能有人把你去白屋了 夾了你幾天就不出來 你幹嘛說英國啊 我們大英帝國可以讓你侮辱的嗎 你侮辱大陸可以 因為現在回歸嘛 這樣 彭定康就放一些人可以侮辱中國 但是如果彭定康之前呢 那些港督都不會讓你亂罵中國 說你不要影響 影響這個 香港這個殖民地 港英政府和北京的關係 九七 彭定康之前就是 你罵大陸都不行 嗯嗯嗯嗯 彭定康之後呢 就放你任何大陸 其實就是 香港 在回歸前 言論自由呢 只是罵大陸的言論自由呢 就有五年的時間 是 九七之後呢 就 全面自由都是罵大陸 是 是 很自由 即是 即是今次我覺得 如果去那個街站上 是 我見他都是用一些政治炒作 即是很stupid 就是說 喂 我們去 如果過半數 他們說呢 過半數的話呢 那他們可以什麼呢 在立法會 就去 對抗這個呢 《國安法》 這個 這個這樣的交論 我想 純說謊了 是啊 純交論 他現在出的 那些Banner啊 長毛啊 他樓下 都在那裡做 其實基本上 現在我估計他們都 應該選不到的 是嗎 我理解應該應該 估計有 成李桂妍 應該他們未參 他們參選應該會被捕 參選前被捕 又或者他 他選到都未必有議員做 嗯 因為有基本法104條 嗯 你都不知道 譬如說 我理解個《國安法》 可能都包括了有法庭 嗯 就是有一個法律制度的 是 在第六款那裡 這樣看 要建立 一些制度去處理這些國安的問題 嗯 法律制度啊 跟著要建立 那個法例 是分開寫的 嗯 那個文法結構很清楚 就是說 有一個法律制度 有一個法例 授權人大常委要整這些東西 那 我覺得很清楚啊 那如果是的話 這個法庭 會不會審議這個基本法104條 對一些反中亂港的議員 直接 就取DQ他們呢 我相信都會 明白 如果你直接 喊自決港獨的 那你就算選贏了 你過得選舉主任第一關 然後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呢 你問起我呢 就有很多話說 就是 那時候是有 2016年呢 有很多 有一些 莫密無明的人 去參選選舉 參選之前是完全沒有說自己是港獨 嗯 入到閘就大大聲聲說港獨立 那個人是在九東選擇陳習套 嗯 還有其他人的 那很多這些人的 入到閘就不斷說 什麼 香港獨立啊 什麼什麼都說 嗯 香港自決啊 游慧晶也是說這些 是不是 那所以其實都 過了選舉主任的關 我猜他都未必有議員 明白明白 那今天 大家都聽了 那個分析 就是何智光的分析 就是分析了那個 街頭暴力的演變 還有 五龍 演變 還有就是 他們街站 就是對方買街站 那個 接下來的手段 還有作出一些分析 不過 《國安法》 還有今次在人大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意外 除了《國安法》 還有很多不同的政策 還有 有一些的分析 接下來我們都會去 請幾個網紅 跟大家搞個論壇 一起去分析一下 那還有呢 就是我們都 邀請一下一些青年人 就是對《國安法》的看法 你預告一下 但是時間地點 可以公布沒有 未呀 將會下禮拜 就是我們 那 留意高sir的頻道 就留意他的公布了 那當然我都 我收到消息 會再幫忙宣傳 是啦 是啦 好嗎 那今集高sir的正能量到這裡了 記得大家要互相訂閱 就是如果未訂閱的 高高的頻道一定要訂閱 當然了 已經訂閱了 是不是 記得訂閱我頻道 好嗎 下次再見 拜拜 踩到來 進去